第一就是国安法的颁布 第二就是我们香港本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三就是公署的正式重置 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公众体 一个长大的安全网 保护香港可以说是护驾 护航为上个护航 上个船可以向前迈进 乘风破浪 走出困局 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任重道远 我们要保持国家的安全 保持香港的枪支反而稳定 一个两次时间可以省稳资源 所以我作为一个成员 一定发挥我本身的经验 做好这个工作 国安法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健全完善 我们香港目前的法律制度 国家23年 能够推动这个立法工作成功落地 是标志性 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是重要的礼琴碑 同时有国家的后盾 有国家的专业的资源 同时方方便宜的不同的专业 写手 保护国家的安全 保护香港的安全 为立国两制成功落实 打散牢固的基础 我本身是对香港的国家 从来是有充分信心的 回归23年 靠近香港国家的大力支持后 香港的发展是 大概成熟的发展 一亿千年 所以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的支持后 有国家的清晰的指示 我们从此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构成一个完整的安全网 现在是香港重新起飞的一个时间 找到今天 有一个人的要求 赞来 打散牢固的 打散牢固的 责任 在这一位 有事 大力 打散牢固的